世出世间的第一把金钥匙 就是不逃避,不空过,不执着,不怨恨 出家并不代表你可以消除万般烦恼 出家只是暂时把身上的烦恼放一放 但是没有彻底解决 烦恼还会再来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真正的去除烦恼是从内心中启发根本质 用智慧来解决这些烦恼,用智慧理解这些烦恼 师父还说,懂得它的因是怎么来的 苦是怎么跟随自己的,为什么吃苦,下次才能不吃苦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是一位大二在读的男师兄 我念经有好几年了 在妈妈的影响下 2020年春节正式走进了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正式独立完成小房子和坚持每天念功课 今天是我进入心灵法门以来 第一次梦到佛陀,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跟我讲话 当时没有见到他们的法身,只听到他们的声音 三位佛菩萨是分开跟我说话的 不过说的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告诫我一定要好好修 以后回到天上真正的家 听完他们说话后,我就醒了 醒了之后就觉得 我应该是这段时间的修心修行做得还可以 但是应该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 所以只能听见声音 而不能直接看到三位佛菩萨的法身 我记得我当时应该是深处天上的那种环境 周围都是云彩 我忘记三位佛菩萨有没有坐着莲花了 不过,我是坐在云彩上面的 天上的景色真的很漂亮 也就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师父经常告诫我们弟子 不能沉迷于人间这种虚幻飘渺的空间里 人间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假的 人间的美景真的跟天上的美景无法比拟 真的不是同一个层次的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美丽和庄严 真的很感恩佛菩萨到我梦里来加持我 这更加坚定了我以后学佛的信心和要走的方向 我许愿终生念经 终生学习心灵法门 永不杀生 终生放生 终生学习师父的白化佛法 希望通过我这次的分享 能度到更多有缘的年轻人 学佛念经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刚发生的事情 我妈妈得了脑梗塞 昨天下午嘴有些歪 今天中午吃饭一直掉 还流口水 我下午六点烧十一张小房子 还有礼佛大忏悔文 烧完我就去医院 我妈妈的嘴也不歪了 也不怎么流口水了 小房子真的是非常灵验 真实不虚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 菩萨妈妈 感恩卢君洪师父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弟子分享下 通过三大法宝 治愈子宫肌瘤的灵验势力 两年前 因忽视浴室梦 没有坚持超度自己流掉的孩子 导致在体检时 检查出有1.1 x 1.1厘米的子宫肌瘤 看到检查报告时 心中很是懊悔 自己多次梦到小孩都没有认真对待 好在还有三大法宝 因为除了子宫肌瘤 还有其他妇科病 于是开始针对妇科病 念经放生喜愿 这样过了一年多 到了年底 业障爆发 其他方面的妇科病突然严重起来 我赶紧针对妇科病 放生了几百条鱼 当年 又有幸参加了新加坡法会 销了很多夜 从法会回来后 几种妇科病症状大为好转 现在妇科方面 基本没什么不好的症状了 今年6月份单位体检 给我检查的医生说 我子宫还好 子宫肌瘤完全消失 就这样 没有吃药 也没有手术 妇科病就好了 真的很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龙君洪台长 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弟子有幸认识了师父 学习了心灵法门 每天过得充实开心 法喜充满 感恩 今天主要想分享妈妈 一件法喜事 我和妈妈是师兄 上几天 我爸爸的眼睛让树枝戳到 难受了一天一夜 没有和我妈妈说 第二天早上 我妈妈起床看她没起来才知道 通过许愿小房子 让早上捂着眼睛去看医生的爸爸 从医生处回来 下午就去地里干活了 我妈妈没有学佛前 家里麻烦事很多 两个人也爱吵架 我爸每年小病小痛也很多 我妈妈学佛后 每天很乏喜 家庭和谐多了 爸爸身体也好很多 虽然爸爸还没念经 但也改变很多 从刚开始的抱怨 到偶尔嘀咕 到现在不说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他也会跟着师父 学佛修心念经宵夜 真的很希望看到我的留言的朋友 能花一点时间 了解一下台长 实践一下通过许愿 念经 放生三大法宝 让自己以后的每一天 过得更精彩 发泄充满 感恩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此为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什么样的人命最好 要学会说三句话的人 命是最好的 人活在世界上 要记住没有一件事情 是事事如意的 遇到困难和烦恼的时候 要自己学会化解 学三句话 第一句话 算了吧 因为算了吧 在生活当中许多事情 经过你的努力 很多的努力 你还是没办法达到 因为一个人的能力 是有限的 你要学会接受各种条件的限制 做到一切随缘 只要自己曾经努力过 争取过 其实结果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第二句话 要学会说不要紧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 都要对自己说不要紧的 因为一个人积极乐观的态度 是解决和战胜任何困难的 第一步 菩萨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当菩萨对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 他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一切都是因果之中啊 这就是我们华人经常讲 天无绝人之路 第三句话叫会过去的 会过去的 不管雨下的多大 连续下几天 记住了 总会有天晴的时候 佛家讲 世上一切都在变化无常之中 我们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 坚信自己的信念 坚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苦救难的 记住了 人只要有好心态 就是有好的开始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烦恼之根要拔除 懂苦之乐用心悟 负面情绪会传染 般若智慧除妄念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